不要打 去死吧你 这是黑老大柴孝第一次见到 如此人狠话不多 手段粗暴又纯粹的年轻人 而这帮中二青年们 此时还没意识到 会因为一顿饭从此踏入黑道之路 此日一早 还在做美梦的贤智 就被一个陌生人叫醒 接着他就被对方请到了 当地势力最大的 黑帮之一的柴孝组 眼前这些黑老大们的气场 让贤智有些发怵 来 来来 柴孝邀请贤智加入自己 谁知贤智对黑帮嗤之以鼻 只因他的父亲 是因为黑帮贩卖的面粉而死 因此每当他再见到那些药贩子时 往往会上前抱坐他们一顿后 拿走钱后再将货全部丢进大海 贤智自认为自己这是在替天行道 与那些黑帮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为此柴孝解释自己的祖从来不碰这些 然而 从柴孝组出来的闲置 很快就遇到了麻烦 原来是上次被他们抢了货的药贩子 已经悄悄地找上了他 好友的这个通知显然已经太迟了 面对敌人紧追不舍地围捕 无处可退的闲置 最终还是被对方一门棍拿下 直到他醒来时才发现 两个兄弟和自己都已经被打得不成人形 对方在得知 贤智将抢来的货都丢进大海后 气急败坏的药贩子丧彪 为了弥补损失 决定将三人作为主宰 卖掉身上所有能用的器官换钱 上传前 按照惯例要收走他们身上的证件 贤智钱包里柴孝组老大的名片 也被翻了出来 本就痛恨黑帮的闲置 打死也不肯承认自己是柴孝组的 可他越是否认 家藤就越是怀疑跟柴孝组有关 于是决定直接去找柴孝沟通 没想到经过一番交涉后 贤智几人竟被柴孝救了回来 贤智不知道他们双方到底达成了何种交易 但他明白 现在自己欠柴孝一条命 就这样贤智选择放下芥蒂 加入到自己曾经所厌恶的黑帮里 成为这个黑道与家族的一员 因为十分受柴孝的青睐 贤智被他收为义子 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财孝组的三代目 在那个时代背景下 黑帮成员必须有属于自己的图腾 而且身上的图腾越多 就代表着其地位越高 而赶贝文阿修罗的人 自然是日本黑帮里最凶狠的代表 贤智自从成为了财孝组的三代目后 改头换面风光无限 现家的他也学会了为人处世和尊重前辈 曾经无比厌恶黑帮的贤智 如今似乎很适应这里 那种洒脱的人生 令无数人都羡慕不已 以至于一些小孩都对他崇拜不已 不过贤智反而告诫小孩 黑帮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美好 里面也充斥着很多耳鱼我诈和打打杀杀 这天贤智的场子里来了位不速之客 而他正是曾经百般折磨自己的丧彪 丧彪看不惯贤智这个靠义父上位的幸运儿 甚至还把他看成当初的那个软柿子 这次过来就是警告贤智 让他交出南边的地盘 如此作死的挑衅 贤智可不惯着他 这一番操作下去虽然很是节气 但如今的丧彪也惊非昔比 他现在可是城南黑帮的三代目 两位三代目之间的冲突 无疑是打破两帮之间的和平协定 这些年来两帮之间摩擦不断 丧彪这次估计是有备而来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喝一杯压压惊的闲置没想到 在这种风花雪月之地 竟会有主动关心自己的人 让贤智顿时对女人有了好感 两人分别时 贤智还强势地让对方存下了手机号 因为昨晚闲置的过激行为导致双方帮派正处于胶着状态 随时都会爆发冲突 对此回答 二当家中村认为 贤智似乎忘了黑道与家族的荣耀 如果真的一人做事一人当 那日本黑帮还搞什么家族 作为互独自狂魔柴孝 自然不会让贤智一个人扛 于是带着二代目中村去谈判 一坐下来 对方老大家藤就咄咄逼人 要财孝交出贤智来切纸谢罪 并且借此机会再次提出 画出财孝主20%的地盘来合作共赢 这种司马昭之心怒人皆知的操作 让财孝怒了 既然谈判破裂 双方自然随时准备开战 财孝和贤智一起商量御敌之策 却不曾想对方先发制人 所幸柴孝无碍 而负责开车的兄弟小元 却身中竖枪 成员被杀 全员上下愤怒无比 一向把兄弟作为家人的柴孝组 想着立马反击开战 可却遭到了警方高层的阻拦 很明显 加藤那边已经打点了不少 搞得柴孝这边被动不已 虽然老大柴孝百般不愿妥协 但终究胳膊拧不过大腿 无奈之下 柴孝只能借口以大局为重 安慰帮中上下成员 将此交给警方处理 事情就到此为止 可痛失兄弟的闲置 和现任当家的中村 却都难以咽下这口恶气 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 他们深知 不反击的后果 就是对方变本加厉的打击 既然老派黑帮做足了表面工作 作为新时代接班人的他们 必须学会为帮派排忧解难 拿回他们日本黑帮该有的尊严 拖着伤了闲置 率先赶到丧彪所在地 他让兄弟小野准备他要的东西后 就朝着目标走去 作为一切祸端的起源 贤智选择一人扛下了所有 确认丧彪彪彻底失去了生机后 听到了动静的贤智才慌忙逃离 不一会儿 警方高层和加藤闻讯赶来 却只看到惨死的丧彪 而逃离后的贤智 没有第一时间跑路 反倒是来到了美奈子的家 这一刻 他展现了最脆弱最无助的一面 善解仁义的美奈子 与贤智相拥在一起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 就得有人来扛 而这一次 就连护独自的柴孝 也保不了他了 民走时 中村和贤智对视的那一幕 那股是为知己者死的情感 不言而喻 这也是贤智 在这十几年的生涯里 对家族羁绊的理解 最终 依贤智的锱铛入狱 财孝组的三代木时代 也就此落下帷幕 时光匆匆 蹲了十四年苦遥的贤智 出狱后已是不惑之年 可前来迎接他的人 却只有两并斑斑的中村艺人 当贤智再次回到财孝组后 帮派内部已是物是人非 当初那个声势浩大的黑道家族 现今就剩下一帮老弱病残的老家伙们 因为这十几年来 政府针对日本黑帮进行了新一轮的洗牌 将他们赖以谋生的行业回收了大半 搞得许多帮派入不敷出 最终面临解散 并且高层们立下一条新规 凡是做过黑帮的人员 都会被画上了不良标签 伴随着他们的一生 哪怕出去再就业 也会困难重重 而唯独几个吃了一辈子的黑道饭的老家伙们 在苦苦地支撑着 为了维持生计 他们甚至要在晚上偷摸去捕鱼苗维生 和那些职业的渔民抢生意 而老大柴孝如今也身患绝症 并入膏肓 之前柴孝组的产业地盘 也都被转型商业的嘉藤夺走 现任二代木中村 只能苦苦支撑柴孝组 对未来一片迷茫的闲置 找到老友小野 可仅仅一顿饭后 两人却要各组各路 只因小野不想再沾上黑帮的标签 不然会被人区别对待 以至于无法生存 深感无奈的贤智 此刻才意识到 现如今的黑帮 就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连生存的权力都被剥夺 犹如丧家之犬 这时 贤智十几年没见的大侄子 小义回来了 而他就是当年崇拜黑帮的小男孩 现在的他 布了贤智的后尘 成为了新派黑帮的议员 走在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街道 看到小义 贤智就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但作为新派黑帮的小义 对付闹事的客人 做法又与老派截然不同 从小义口中 贤智得知 中村丢掉了原则与尊严 晚上化身药贩子 只为赚取棉薄的收入 俩人为此大打出手 中村的话直击贤智的内心 他们早已把柴孝祖 当成了自己家 要是离开家 他们真的不知道何去何从 柴孝作为老大 对中村的所作所为 早已心知肚明 他却贤智谅解中村 并希望还有机会的他 浪次回头退出黑帮 去寻找属于他的平凡生活 曾经一手带他入行的义父 竟让自己脱离这条泥泞之路 深感无力的贤智 最终还是听从老大的意思 从此离开了柴孝祖 与家族一刀两断 之后 贤智找到了他一直爱着的女人 美奈子 他没想到 美奈子在自己入狱后 竟为他生下了孩子 但却独自抚养女儿长大 贤智告诉了美奈子 自己已退出了黑帮 希望能有机会 好好地弥补他们母女俩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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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来吧 不早就迟到我了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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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乃子 急于是 以前比较美 现在妈妈很喜欢 我会笑的 美奈子给了闲置一次机会 让他决定重新开始 靠着兄弟小野的帮助 贤智得到了垃圾处理公司的岗位 看着渐渐美满的生活 贤智的内心逐渐充实 与此同时 新冒出头的小毅这批新派黑帮 风头已经盖过了加藤这帮老古董 所以作为爱才人士的加藤 并向对方发出了邀请 可小毅根本不屑与对方为伍 毕竟当初他父亲的死 也跟加藤的帮派有关 因为小毅的拒绝 让加藤开始怀恨在心 而另一边的贤智同事 在听闻他俩年轻时的事迹 便来了兴致 还给贤智小野他们合了个影 甚至把他们的黑帮经历 还有合照分享在了网上 事情迅速发酵 两人曾经黑帮身份被曝 公司为了名誉 开除了他们俩人 虽然对那种该死的同事 狠狠发现了一通 也于事无补 接着 他们各自的妻子丢掉了工作 女儿也被作为全校议论的对象 从而被迫转笑 深感绝望的美奈子 带着女儿离贤智而去 再次失去了生活希望的她 只能独自买醉 小毅一直在调查父亲当年的死因 掌握老刑警社会证据后 一番威逼利诱之下 最终得知 杀父仇人是家藤 不仅如此 将贤智的黑历史发酵的人 也是家藤和老刑警 小毅想替父亲和叔叔报仇 可贤智却极力劝阻她 希望她好好照顾母亲 不要冲动而后悔一生 殊不知 贤智离开后 她告别了最为挂念的老大 便自己提着棍棒 前往家藤的所在地 既然一切的货源 都是这帮该死的老派黑帮 那么就由她 这个旧时代的残党 亲手结束这一切 等到小毅闻讯赶来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做完这一切后的闲置 还没来得及找到生活的方向 她就迎来绝望的兄弟 最简单的回馈 是时代造就了贤智这批人 却因时代的变迁 扼杀了她这批人 表面上是新时代交替旧时代 但高高在上的人却相安无事 依旧把控着时代的秩序 至于为何扼杀 曾为他们创造时代红利的人 恐怕不是一句简单的 谢莫杀驴能轻易回答的 一定要对你不了解的事物 充满敬畏 否则就会跟他一样的下场 就在几分钟前 这个男人还因为纹身痛得呲牙咧嘴 甚至对纹身师恶言相向 F含量极高的国粹 让其他人都净若寒蝉 手下这时送进来一个信封 里面除了一堆黑纱 什么都没有 全场只有纹身师 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因为每一个见过黑纱信封的人 都会被忍者杀死 多年前因为自己的心脏长在右边 而侥幸躲过一劫 但很快 这帮人就见识到了 犹如鬼魅一般的忍者的威力 刀剑锁到之处 甚至无一句全尸 刚刚还一脸嚣张的男人怂了 试图用钱买自己的蜜 忍者来到纹身师面前 这一次他将再劫难逃 传说中有这么一个忍者组织 统称为奥祖努 数千年来一直存在 可知道他的人为之甚少 里面的每一个忍者 都是年幼的孤儿 不分性别 肤色和国籍 由师父统一进行训练 师父教导他们 要学会控制来自躯体的弱点 他当众划开手掌 一段咒语过后 伤口已恢复如初 而这就是师父口中的忍者之道 这个叫雷脏的孩子 就是新选中的一员 师父为了训练他的进步 在地板下布下机关 只要发出声响 就难逃师父的责罚 忍着脚底传来的剧痛 雷脏一声不吭地走完了全程 却在晚上睡觉时 疼得难以入眠 空师姐贴心地 用祖传的止疼秘方 帮雷脏抹上 这是雷脏 在这里第一次感受到善意 时光任然 日复一日的严苛训练 让雷脏退去了儿时的青涩 身发凌厉 因为不忍心对同门动手 雷脏遭遇了反攻 被师兄北野武打倒在地 师父对雷脏的仁慈很不满 晚上雷脏就被丢在一边 自生自灭 凭借着强大的主角光环 他挺过来了 两大后的空师姐 还如小时候那般善良 他会悄悄剪断 束缚植物的铁丝 在他看来 他需要跟着自己的心去生长 两人彼此感受了 对方身上那强有力的心跳声 也让雷脏的心中 有了一丝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雷脏的天赋异禀 师父开始对他重点培养 让他在每一年 摒弃一种感觉 首先就是视觉 和他对战的又是北野武 我儿子里面迹 和雷葬一样 空师姐的战力也不容小觑 师父交给她一把刀片 让她亲手解决掉眼前的败者 由于片刻 空师姐拒绝了 毫无疑问 她也必将为她的仁慈付出代价 一旁的雷葬却是敢怒不敢言 晚上 雷葬偷偷来到空师姐狭小的牢笼前 她已经被不吃不喝关了一天了 雷葬用带来的戏主管给她喂水 她不明白 空师姐为什么要忤逆师父 空师姐的眼中则满是倔强 之后的日子里 空师姐变得听话了许多 终于 在一个暴雨夜 她毅然选择了逃离 第一时间察觉的雷葬 则立刻追了上去 空师姐送上一吻 希望雷葬可以跟自己一起走 可雷葬却果断拒绝了 被师父洗脑多年的她 认定自己的生活就应该在这里 空师姐身居义工表示告别后 转身奔赴于自己本该有的新生活 但师父岂会让她轻易离开 就这样 空师姐被粗暴地抓了回来 师父告诉众人 她的这种罪行 只能用鲜血来洗 既然人是被北野武抓回来的 那就由她来执行 空师姐的死 让雷葬对这个残暴的组织 逐渐开始有了抵触 但此时的她 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背叛组织 几年时间过去 雷葬也到了该执行任务的时候了 而师父派给她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杀掉一个戴金表的男人 并把表拿回来 洗手间里 雷葬开始行动了 虽然口气足够嚣张 但肥头大耳的大佬 也终究不是雷葬的对手 看着这块被鲜血染红的金表 雷葬心中五味杂陈 师父对雷葬的这次表现十分满意 并带来一个同样因为逃跑被抓的女孩 虽然人又是被北野武抓回来的 但这一次 师父却把行刑的刀交给了雷葬 这一刻 他仿佛看到为了新生活而付出生命的空世界 幸运的是雷葬因为跌入水中而捡回一条命 尽管受尽百般苦难 但也总算可以脱离组织的掌控 藏匿于都市之中 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雷葬知道组织绝不会轻易放过自己 因此从未放松过警惕 这些日子以来 他依旧保持着组织里开水煮白面的饮食习惯 因为只有继续保持身形 才能更好地完成每日训练 这些日子以来 雷葬一直在等待一个 可以一举歼灭忍者联盟的机会 就算摒弃视觉 雷葬也依旧可以精准命中目标 可就算雷葬藏得再好 依然没能逃过奥总努的追杀 一眼看穿 面前这个柔弱妹子并非等闲之辈 等到洗衣房老板听到异响过来时 这里已经空无一人 随着忍者组织的日益壮大 越来越多的暗杀行动 发生在世界各地 一个叫米卡的女探员 逐渐注意到了 这个显为人知的可怕组织 只需要给奥总努组织 100磅的黄金 他们便会干净利落地 解决一切目标 上司瑞安虽然持怀疑态度 但还是进行了深入调查 发现有一个莫斯科的资深特工 曾在报告中提出 数件政治刺杀案 都是由一个古老的组织网络策划 为了解开心中的谜团 米卡敲开了特工家的门 特工的妻子告诉她 正是这篇报告 为自己的丈夫带来了灭顶之灾 据她所说 自从报告引起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后 丈夫就像变了一个人 当时的妻子还不明白 丈夫一直念叨害怕的影子是什么 直到有一天 一个年轻人来找过丈夫后 他就在他的眼中 看到了无尽的恐惧 不久之后 丈夫就死于一次暗杀 妻子拿出一个成就的铁盒子 希望可以帮助米卡 里面全是忍者起源的相关资料 里面还有一段来自14世纪 伊斯兰探险家的回忆录 在一个遥远的地方 她建设了黑沙一族的人者集团 那场特殊的武术格斗中的表演者 全都是一些不到10岁的孩子 不仅如此 米卡还发现了一段监控视频 有一个神秘男人曾打退过前来暗杀的人者 而此人正是雷葬 米卡和瑞安的调查 很快给自己引来了麻烦 相关部门派人来勒令他们停止调查 甚至有人开始监视并跟踪两人 瑞安在发现国家安全部 中央情报局 甚至军方人员将自己的办公室搜查一空后 意识到了前所未有的危险 让米卡立刻找地方藏着 忐忑不安的米卡回到家 发现包括自家在内的附近几个街区 莫名地停了电 看样子 这个夜晚注定不会平静 就在他要收拾东西跑路时 一个信封出现在眼前 不愧是奥祖鲁一组里的得意门声 雷葬最终拿下一血 结束了这场恶斗 黑暗中 雷葬出现在米卡面前 米卡一眼认出 眼前的年轻人就是监控里的那个人 等到更多的忍者前来暗杀时 雷葬已经带着米卡逃之夭夭 雷葬告诉米卡 忍者会像狼一样嗅到逃亡者的信息 聪明的米卡在得知 雷葬也曾是忍者组织的一员后 敏锐地推断出雷葬背叛组织后 一路跟踪到这里 想把组织一举歼灭的心思 米卡在汽车旅馆简单洗漱了一番 并用烟味掩盖了身上的气味 他联系上瑞安 告诉了他自己目前的情况 两人约在老地方见面 一同跟来的雷葬 敏锐地察觉出异常 米卡对瑞安的通风报信表示不解 瑞安表示 多方势力一直都在找雷葬 他也察觉到 有人在幕后操控着一切 但他却毫无头绪 为了不让米卡再独自冒险 才会出此下策 监控中 其他人也并没看出 雷葬有什么不同 米卡借着给雷葬喂水的机会 对她的被抓表示抱歉 并告诉她 瑞安其实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她 还没来得及告诉瑞安 忍者组织正在赶来 基地的电闸就被关闭 米卡立刻赶过去 要带走雷葬 正如他所料 大批忍者已经叙事待发 皮卡趁乱打开牢门 还不忘带来了雷葬的武器 二人从里面出来时 这里早已失衡遍野 全副武装的特种部队 根本不是这帮忍者的对手 接着雷葬让米卡去找辆车 自己则留下来掩护她撤退 无数昔日的同门师兄们 死在了雷葬的力气之下 但她为了自保 也是不得不这么做 小兄弟 毕竟是猛虎架不住群狼 雷葬开始边打边退 此时的米卡 已经找好车子等着雷葬 可忍者这时也杀了过来 雷葬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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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 Wish 美 过 那 另一边 几个回合下来的雷脏已经多处受伤 眼看这帮忍者杀气腾腾的逼上来 浑身嗜血的雷脏体力逐渐不支 就在北野五要对他痛下杀手时 坚决不肯去医院的雷脏 被米卡带回汽车旅馆安置下来 看着昏迷不醒的雷脏 米卡深知自己已无力再保护他 服下定位器的雷脏 随即被忍者组织的人带走 车子的颠簸让他逐渐苏醒了过来 师父曾经说过的话回想在耳边 这一刻他似乎领悟到其中的真谛 伤口也开始慢慢愈合 很快五花大绑的雷脏被带到了师父面前 但师父无法容忍雷脏对奥族努一族的背叛 必须要用他的鲜血为死去的同门报仇 师父顾忍雷脏的雷脏吐血不止 硬胃气也被吐了出来 等他们反应过来时 已经来不及了 选者组织被打了的措手不及 米卡再次趁乱救下了雷脏 瑞安则一把将他塞进装甲车 护他周全 已经残破不堪的忍者基地里 雷脏也迎来了这场命中注定的决斗 离各个师兄弟命丧雷脏之手 丧心病狂的北野武再次提起空师姐的死 让杀红了眼的雷脏瞬间暴走 终于雷脏亲手解决了北野武 帮空师姐报了仇 接着他毁掉训练进步的装置 来到了师父面前 时常引入黑暗的师父 如同鬼魅一般神出鬼没 雷脏根本不是对手 vidal时原来自杀的脸 来找探索 关键时刻 米卡开枪救下雷脏一命 自己却被师父的忍者刀刺穿了身体 米卡的死似乎让雷脏瞬间顿悟 用一招移行幻影之术 分分钟将师父拿下 最后抱着米卡走出了火场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米卡的心脏长在右边 因此夺过了师父的致命一刀 丧尽天然的忍者组织终于覆灭 一片残缘断壁中 雷脏扔掉了那块金表 像空师姐那样 剪掉了束缚植物的铁丝 人者刺客不同于以往的英雄题材 男主角是个无足轻重的人 一个孤儿被掳到一个神秘的刺客主事 经过多年非人的训练 凭借极高的天赋 成功获得刺客资格 他清楚记得自己第一次杀人 记得心爱的姑娘逃走后 被抓回弯心的情景 心爱的姑娘是个无法明灭良知的人 无比坚定的自由意志感染了男主角 那一吻深情地留在心底 好在他在绝境中被救 自我顿悟后完成最终的杀戮 直到他爬出高耸的围墙 从腐朽的墙上向远处眺望 他的救赎才算完成 这是一部根据1986年 黎巴嫩韩国外交官绑架事件 真实改编而来的电影 那一年因为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 黎巴嫩整个国家和地区都陷入战乱和动荡 恐怖袭击和绑架外国人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种悲剧会发生在韩国外交官的身上 下一秒 官方用车也被打成了筛子 而令人不解的是 绑匪并没有留下任何讯息 也没有联系韩方 要求赎金方面的问题 从此 这名姓吴的外交官便杳无音讯 因为黎巴嫩政局动荡 韩国方面只能无奈地对外宣布 外交官已不幸遇难 然而就在一年八个月后 事情出现了转机 这个叫敏俊的外交官 原本要被派往伦敦 谁知却被一个关系户顶替 下半期以外 伊拉克主杰员的一家 那边去吧 我只是去年 古拉帕或米州或 整华申请 郁郁寡欢的他 无心参加晚上的聚餐 暗啄啄一通发泄 正要离开时 电话铃声响起 可里面却只是传来一阵 敲击桌面的声音 这是只有外交部知道的交流暗号 翻译过来正是外交官老吴的求救信息 敏俊震惊之余 立刻汇报给了上级 为此外交部的高层们是喜忧参半 开心的是自己的同事还活着 难过的是 这件事一旦宣扬出去 就会产生对外交部不好的舆论 此举一旦成功 不仅可以挽回外交部的形象 还能提高巩固地位 不被安企部压制 至于前往黎巴嫩的人选 自然就是没势力没背景 还一心想升职的敏俊了 为了能被派往欧美地区任职 敏俊心一横 接下了这个非官方任务 并通过中情局的关系 联系到一个叫卡特的画商 他曾多次成功调停了几个国家的绑架事件 目前韩方只能通过他来和绑匪谈判 据卡特所说 老吴已经被找到 当初绑匪是把他当成日本人才绑走的 发现搞错以后 组织内又发生了分裂重组 老吴的事也就此搁置了下来 为了确认卡特所言非虚 敏俊在书上写了一句 请再坚持一下 希望可以拿到 人质与书合拍的照片 很快 这张照片就到了韩方手里 而此事也终究还是被安启部知道了 适则外交部这群文弱书生 也想去占地营救 关键时刻 敏俊主动请英 谎称自己是海军陆战队服役退伍的 完全可以去 出门在外 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此举直接让外交部狠狠涨了一波脸 而他之所以这次愿意冒险 也是有所求的 就这样 敏俊将250万美元的现金交给了卡特 鉴于边境各方势力混杂 卡特也帮他做足了准备 让他带着一幅名画和当地人进行交易 对方会把这笔钱再给他 否则带着现金过海关很容易被打劫 第三天的中午之前 275万美元的尾款必须到位 否则将无法登上返回韩国的飞机 正如卡特所料 敏俊一落地贝鲁特机场 就因为亚洲面孔被军警给盯上 得知是韩国外交官 顿时警惕地开始搜身 因为没发现任何可疑物品 对方只能信心离开 在出机场的那一刻 敏俊成功和对接人联系上 并将隐藏在儿童画里的名画交给对方 就在完成交易时 外面传来骚乱声 敏俊按照指定路线快速撤离 可刚看到接应的车辆 就被赶来的军警发现 也不知跑了多远 总算是到安全地带了 巧合的是 出租车司机阿泰也是韩国人 因为无端被牵扯进来 阿泰很是愤怒 眼看阿泰软硬不吃 敏俊只能请求阿泰 把自己送到能打国际长途的地方 在超能力的加持下 阿泰顿时开始按前马后 顺便还当个中间商 含泪血赚45美元的花费 敏俊从上司那儿拿到一个地址 得知有个来自韩国的出租车司机帮他 上司立刻让阿泰听电话 原来他们俩还是老相识 当年刚建大使馆的时候 阿泰出了不少力 接下来敏俊要立刻赶去约定地点 并开出了300美元的酬劳 去加油站的他们 要经过基督教徒的地盘 敏俊刚要拿出外交官证件时 阿泰却直接从伊斯兰风 换成了基督风 果然轻松躲过了盘问 可就在加油之时 遇到了伊斯兰狂热途的恐怖袭击 眼前的惨状让阿泰傻了眼 立马驱车快速逃离 另一边 当地黑帮这边也知道了 韩国有人带着钱来交换被绑外交官的事 心有余悸的老吴 深知阿泰是个非常熟悉当地情况的人 所以当他被送到目的地时 祈求阿泰也能留下来 可无论怎么软磨硬泡 阿泰都不答应 如此一来 阿泰这个守财奴只能跟着进来了 在这里 他们见到了中间商安排的雇佣兵组织 队长在确认定精武务后 就要带敏俊去见人质 事情进展很是顺利 阿泰拿过报酬就准备走 但身处一国他乡的敏俊 却怎么也不踏实 拜托阿泰可以跟他一起过去 眼看他执意拒绝 只好搬出杀手锏 听到这里 阿泰动心了 当年他就是因为成了黑户 才会流落到篱巴嫩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阿泰决定相信敏俊一次 可就在即将到达时 关押点传来枪声 队长带人过去查看情况 刘二人在车上等着 不断传来的突突声 让敏俊和阿泰吓得不轻 躲进了一旁的废墟中 一阵激烈的交火后 有车开了出来 惊魂未定的二人 从车底爬出来时 队长的雇佣兵们 也抓到了对方的一名俘虏 从他口中得知 带走外交官的人 是以纳吉为首的 一群黑帮组织 如此一来 原本顺利的 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开始变得复杂了起来 阿泰现在想走也来不及了 否则就会被队长 当成间谍抓起来 无奈之下 他们俩只能暂时 在破房子里安顿下来 虽然敏俊时刻把包里的钱 护在怀里 可阿泰 还是没能抵挡住金钱的诱惑 当敏俊被一阵枪声惊醒时 阿泰和钱早已不知所踪 开门要去追时 还被军警给发现 当下只能保命要紧 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恰好发现 正在给其他车胎放弃的阿泰 做贼心虚的阿泰 赶紧开上自己的出租车逃跑 想要去追的敏俊就惨了 虽然看到了阿泰的尾灯 但两条腿怎么能追上四个轮子 呲牙咧嘴的样子 把旁边的一名车主也给吓跑 洗涤交通工具的敏俊 一路猛踩油门追了上去 好不容易追上 敏俊捡来的破车 也不堪重负歇了菜 乌漏偏逢连夜雨 几只野狗出现在他面前 一阵汽车的轰鸣声赶走了野狗 仔细一看 竟然是军警的车 敏俊赶紧下车躲了起来 可下一秒 一声爆炸后 失去交通工具的敏俊陷入了绝望 与此同时 带着钱回去的阿泰 被女友一通责骂 在女友的怒斥驱赶下 让阿泰幡然醒悟 心中有愧的她 带着钱连夜去寻找敏俊 看到的 却只有那辆成为残骸的汽车 好在没看到尸体 看样子敏俊还活着 阿泰开着车沿路找到了天亮 终于找到了那浑身脏兮兮的敏俊 怒火中烧的敏俊 抓住阿泰狠狠修理了一番 自知理亏的阿泰只能不断道歉 二人再次驾车前行 阿泰感叹 自己并非偷鸡摸狗之人 只是退役后 接二连三的被骗 最后流落到这个连年战乱的地方 让她很难不对这一大笔钱动心 念在阿泰确实帮了自己很多 俩人兵士前嫌 简单地修整后 二人再次回去找队长 没想到对方做事真的是雷厉风行 不仅打到了对方老巢 将人质夺了回来 而且十分守规矩 明明可以抢走这些钱 但还是秉承一手交钱 一手交人的原则 后备箱里 他们终于见到了失联已久的老巫 一年多的折磨 让老巫早已产生了应急反应 直到敏俊用暗号告诉她 可以回家了 就此 敏军的任务算是完成了一半 一切顺利的话 明天就能坐上回国的飞机 忍受了一年多 终于可以见到家人 老巫激动的热泪盈眶 但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 当地的黑帮可不会就此罢休 他们将敏军的大致面容打印出来 四处寻找 很快就顺着线索 找到了他们的藏身地 幸好守卫发现了及时 用一辆炸弹车堵住了他们的路 敏俊这边危机重重的同时 外交部申请到的尾款 却被安启部部长拦了下来 以韩国即将举行奥运会 要注意舆论影响为由 让雇佣兵把人送到约旦 才肯付尾款 侥幸逃脱的敏军一行人 很快也从队长口中 得知了尾款迟迟未到 雇佣兵将停止救援 并即刻撤离的消息 在敏军的请求下 队长护送他去打电话 但很快就被人注意到 电话内端的同事 让他只能先想办法撤离 无奈敏俊只能给中间商卡特 发去电报做最后一搏 很快队长发现了 匆匆赶来的黑帮 在关键时刻 成功掩护他逃离了这里 作为拿钱办事的人 队长一直将敏俊 护送到安全地带 并给了他几把枪防身 现在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眼看就要损失两名外交官 外交部部长的多方求助 却均以失败告终 尽管那些高官 视人命为草芥 可外交部的所有同仁 绝不会眼睁睁 看着同事身陷水火 身陷绝境的敏俊 并不打算放弃 决定按照队长的指示 跨越国境 先离开黎巴嫩 阿泰这次则自告奋勇 为俩人保驾护航 离开前 阿泰给女友留下了字条 并给车子加满了油 但他们的藏身地 再一次被黑帮知道 警觉的敏俊 很快发现了这帮人 扶着老吴来到天台 寻找一切逃生的机会 顺着来不及撤走的梯子 黑帮一步步朝这边走来 剩下一个不断放狠话的家伙 敏俊试图玩个偷袭 结果 就在敏俊举手投降时 得知车子就在楼下 敏俊现在必须想办法下去 一根电线则成了他们唯一的逃生工具 在敏俊和阿泰的一番配合下 老吴身上的绳子被剪断 瞬间自由落体的敏俊 则侥幸捡回一条命 接下来迎接的 则是一路上的黑帮的穷追猛打 尽管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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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呢 为什么不回来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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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备 不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队是黑帮头目的车子一顿猛射 三人这才得以逃出生天 队长告诉他们 尾款已经付了 他们即将坐上去往瑞士的联合国运输机 好消息是 机场会有西方媒体 警卫队不会乱来 坏消息是 飞机只能坐两个人 听到这一消息的 阿泰难掩失落 但还是强颜欢笑 反正自己在这里也习惯了 队长直言 留下来必死无疑 阿泰必须尽快离开 可敏俊知道 没钱没身份的他 又能去哪里呢 阿泰洗出望外 却不知 是敏俊决定 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他 直到过了安检 阿泰才反应过来 敏俊是把生的希望 留给了自己 阿泰坚持让他走 但敏俊还是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不出意外 敏俊刚买好机票 就被机场的军警盯上 准备以走私入境的罪名 将其强行带走 敏俊此举的目的 就是吸引在场国际媒体的注意 说完这些 敏俊放下包主动背行 此时的韩国国际机场 平安归来的老吴 为外交部在各大媒体面前 挣足了面子 而之所以雇佣兵会再次出动 并不是因为韩国政府付了尾款 而是中间商卡特 外交部全体同仁的团结 让他动容 尤其是那个孤身涉险 却仍心怀希望的外交官 李敏俊 一个月后 迫于韩方外交部的周旋 和国内的舆论压力 饱受囚禁之苦的敏俊 终于等到了来接自己的人 他找对方借了两美元 交给了军警队长的副手 敏俊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与旁边迎接奥委会到来的热闹程度相比 他的归来则显得过于冷清 要去的光华门 甚至连出租车都不愿意载 除了这个司机 阿泰回到故乡 再次成了一名出租车司机 而他的女友 也在敏俊的安排下 来韩国和他团聚 至于那有卡特垫付的尾款 韩国政府至今仍未归还 不过这也很像 是他们能做出来的事情 那些人能做出来的事情